记者黄熟丽云林报道,天气晴朗菜价却飙涨,空斤菜,白线菜批发价每公斤都破100元,小白菜,青江菜每公斤也从14,15元分别飙涨到40元,53元,菜价贵餐餐菜饭,家庭主妇,店家都喊这么贵怎么买得下手。 二轮向农会秘书吴耀宇指出,今年夏天天气酷热,蔬菜生长不易,加上菜价低,许多菜农休耕,根除上周天气转良,消费者需求量增加,但因正值季节交替,旧菜采收即将结束,新播种还无法收成,蔬菜青黄不结,造成蔬菜上周连续飙涨。 西螺果菜市场表示,小白菜,青江白菜,油菜等叶菜类,月初时批发价每公斤都只有十几元,月中14,15日后会价格却一路狂飙,昨天小白菜每公斤41元,青江白菜55元,油菜47元,空斤菜,白线菜长得更凶,每公斤从10多元涨至100元。 连到西螺果菜市场批菜的菜饭都忍不住说,菜价贵得离谱,零售不知道怎么卖,西螺果菜市场说,菜价太高,承销商意愿不高,菜价惊天为谍一点。 吴耀宇表示,由于冬季蔬菜未到采收期,菜价要挥稳还需约三周时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